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阵营统计在一个多月间被各大节目攻击的天数 前三名都有民事政论节目报告 第一名为台湾最前线37天 第二名是扣扣姐的蜡新闻152共30天 第三名台湾向前行25天 三立则站走了第四到六名 第七名是年代的突发奇想 同温曾画出来画面很乱NCC要不要管一下 我们向NCC反映之后就像我们报警一样 但是警察明明看到了 他说没有人提告 没有人报案 我就当中没看到 我们呼吁全国的乡亲一人一信 向NCC检举这七个争论节目 说话都没人信 还要一人一信 NCC表示上周收到严宽衡检举45件 民众检举13件 原则上不会介入新闻台选择新闻题材 但违反公平原则的部分 已经发含电视台启动自律机制 提交伦理委员会讨论 自律的律我看是写错字法 两个小时的节目全部都是在针对特定候选人 这是不是就是某种程度上不公平跟垄断 基本上来讲中俄的选区 从那个罢免成不为立委的时候 就开始成为全国政治关注焦点 新闻的题材就像一波一波像海浪一样 就像最近的 我们某个艺人的婚姻事件一样 也占满了所有的媒体的版面 有流量的地方就有新闻 都还没找到大润发 红红又被cue出来 NCC到底把道德放在哪里 这种比喻真的是 不仁不类 那王力宏有被连续攻击40天吗 就是颜色对了就好 没有什么公不公正 也没有什么中不中立的问题 草莓都刮一个 摸到就烂 王力宏还没被攻击40天 但陈伯伟肯定超过60天 绿营指着颜太子 用炒米粉和洗衣精会选 招待所为剑拆除进度缓慢 妻子曾违法转租公有建筑物 一锅一锅的台中好料理 都在选钱上桌 蓝绿扭打一团 竟已躲在后面岁月静好 关恒也展现宫庙主委的气势 直接加码一台电动代步车 给十年前被陈伯伟撞伤的白老先生 人家不收就送到收为止 原来这就是海线故乡的太阳 只是人家已经让里长 把代步车转送给其他人了 出于三亿本于三亿也送这一部代步车 也不知道是颜官人送的 那所以他们才收下这一部代步车 无名是记得 我说我不需要 我可以记收 我给他谢谢 给颜官给你谢谢 我的心里压没离开 这是我的高兴我会记得 有你一定爱你来回来 因为有我有你 吃胸大 只要有人就有江湖 江湖的纷争是不会停的 你说江湖里有没有那一块和谐之地 其实是有的 那就是音乐 你也许不认识柴可夫司机 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当老司机 多部漫画经典主题曲全都驾轻就熟 小P是2020年全台订阅数标升最快的YouTuber 但他的频道影片除了露出百姓双手 身材和尖尖的下巴外 他却从未露出真面目 大哥没有输二哥醒了 说好是听歌的 结果都把画质调到最高 就是这样一个频道 默默地在守护世界的和平 但总有反派 要破坏世界秩序 Piano23号发出公告 由于收到三个版权警告 将不能再上传新影片 频道可能也在过几天 被停用 申诉人是一间越南公司 对方回复是系统问题 结果12月18号又有两支影片 收到同公司的版权警告 对方要求支付权利金 不然就等着版权大军报道 当频道正在等YouTube回复时 又收到两间公司的版权警告 相关影片也被下架 90天内收到三次警告 频道将永久移除 这三个版权警告 三灯全亮 难道以后看不到灯了吗 被非正式版权方要求下架 AKA版权蟑 钻折YouTube版权认知的漏洞 大胆公然挑战世界和平 Mpiano频道 由台湾YouTuber小屁经营 AKAO派系钢琴家 世界各地广大AC居民的音乐侵权 拥有292万位订阅者 是台湾第一位 不露脸的百万YouTuber 以钢琴家与Cosplayer 打扮成各种动漫角色 并用钢琴弹奏作品动画音乐 靠着音乐视觉化魅力席卷全球动漫迷 共同研究钢琴的博大精深 经营YouTube频道之前 小屁担任钢琴教师 2020年4月为了纪念 频道订阅人数超过40万 Coffplay海贼王鲁夫一炮而红 5月更以鬼灭之刃迷豆子之姿 弹奏红莲华 2分钟内就累积到4万点月 以周创下200万观看 历经了9天的版权纷扰 小屁今早发文 感谢YouTube迅速处理 频道功能恢复正常 真是平安夜最好的礼物 世界又再次和平了 今天晚上可以继续学钢琴了 台湾现实首长的选举年 也是南韩总统的大选年 南韩法务部今天公布新年特资名单 也是现任总统文在인现任前的第五次特资 정부는2021年12月31日 일반 형사범을 비롯하여 中소기업인 소상공인 과거의 불행한 역사를 이 밖에도 한명숙 전 국무총리도 이번 특별사면대상에 포함돼 복권이 결정됐는데요 이번 사면대상에 이명박 전 대통령은 포함되지 않았습니다 现年69岁的普景惠 出生于1952年韩战时期 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 父亲是南韩任其最长的前总统普正妻 普景惠曾在1974年 母亲陆英修遭北韩间谍杀害后 代理南韩第一夫人出席各大活动 直到1979年父亲遭到枪杀 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普景惠重返政坛 并在2012年代表新国家党 即败现任总统文在寅 当选大韩民国第18任总统 也是南韩史上首位女性总统 首位二代总统 和首位理科总统 국민 여러분께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립니다 저의 실패이지 새 정치를 벌하는 모든 분들의 상생의 정치를 펴주실 것을 기대합니다 然而好景不长 2014年4月号 船难造成304人罹难 且罹难者大多为高中生 普景惠却在街道报告后 失踪7小时才现身 导致声望大幅下降 又在2016年爆出闺蜜干政 让与他交情深厚的亲信催顺时 在没有官职情况下 检阅200多份政府文件 修改总统演讲稿 甚至收受政府官员及商人贿赂 原三星集团副会长理在龙도社案 高中生 felt 木质疑人 就能力 冒心之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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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실제로 법무부 사면 심사위 회의에선 박 전 대통령을 사면 대상에 포함시키는데 부정적인 의견이 있었던 것으로 알려졌는데요 다만 박 전 대통령의 건강 상태가 최근 급격히 나빠지면서 문 대통령이 사면을 전격 결심한 것으로 보여집니다 이 시각 세계였습니다.